我没有要唤醒他呀 我就是想给他一拳 但是你也看到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打他 骂他都没反应 必须要等他恢复了神志 我打起来才解写不是吗 靳音还是没有动作吧 二号楼就要开业了 这个时候 他应该很难说服其他股东 卖掉手里的股票 我估计啊 在开业以前 他应该很难有什么大动作 那太好了 你看看这个啊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 跟叔叔比较相似的病例 其中有一例呢 跟他一模一样 最后这个患者恢复了神志 上面就说呢 这个患者的家属 每天都给他放他喜欢听的音乐 最后就恢复了神志 你看看 谁要给他放音乐啊 我不想管他 现在这样挺好 你也别管他了 好啊 对吗 这边呢 人家就不在了 我对我 我现在就会把他放在一起 我来看 特别人的真正 划似了 打开业 我来看 我看 那边的真正 这边的真正 看 你不是跟我说 你不想唤醒他吗 我没有要唤醒他呀 我就是想给他一拳 但是你也看到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打他 骂他 都没反应 必须要等他恢复了神志 我打起来才解写 不是吗 口是心非啊 你说怎么回事 我那么讨厌他 那么恨他 但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又不忍 我觉得我不是 那么别扭的人啊 这应该就叫血浓于手 是吗 那你打算怎么样唤醒他呢 我在网上看到的 针灸 可能是一个办法 管用网 反正先依着 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见笑的 你行